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题 这条题问我们CPU中有哪一些是专用的集成器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那这张图包含了CPU、主存以及IO 那么哪一些是专用的呢 首先是这个MDR、MAR 那我们在图中可以发现 这个其实是放在主存里面的 但是题目问我们是CPU中有哪一些 那就是说MDR、MAR 它原本对不对 在以前是放在主存里面的 那但是由于现在这个CPU的集成度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这个MDR、MAR 它真实存在的位置呢 是存在哪呢 是存在我们的CPU里面 那为什么我们画在主存里面 就是这个是逻辑上我们把它画在主存里面 因为以前就是这么画的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传承下来 那但是真实它的所在的位置 是在这个CPU里面 那这两个呢是专用的 专门用来存放一些 比如说这个 要送往内存或者从内存取出来的数据 MAR呢 存放的是我们要访问的这个内存的地址的 这些都是专用的 那CPU里面有哪一些专用的呢 IR指令集成器 只能够存放我们当前 现在要执行的这条指令 那PC呢 叫程序技术器 用来存放我们下一条想要执行的指令 它所在内存的这个地址 PC存放的是一个地址 还有什么呢 还有PSW 叫程序状态支系存器 用来存放的是一些 可以反映我们现在这个程序 正在工作的这么一些数据位 比如说是否有溢出 等等的这些 这条题讲解结束 我叫程序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